在偌大的非洲草原 生存着多达几十种凶猛且残暴的野生动物 其中狮子在这些动物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非洲草原上的霸主 站在了收敛的最顶端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狮子似乎没有天敌 第一时间想到有能力与狮子抗衡的动物 好像就只有老虎了 其实除了老虎 还有很多狮子惹不起的动物 这些动物虽然外表看上去没有狮子那样凶猛 其实个个都是狮子的噩梦 今天黑土找出了十个一对一单挑的情况下 可以干掉狮子的动物 它们极其危险 不要以为动物园里什么动物都可以凑上去放心观看 等它们发起风来 我们基本上毫无生还的可能 好了 黑土现在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走向野外 认识一下草原之王狮子的那些强劲对手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排名第十 银背大猩猩 听到这里相信各位领导都特别的意外 刚开始黑土也很意外 银背大猩猩也就是金刚 它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非常的彪悍 在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大猩猩都能与狮子抗衡 唯一能与狮子抗衡的就是银背大猩猩 它的体型与非洲狮不相上下 有些甚至超过了狮子 它可以战胜狮子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是智力 第二个是耐力 先抛开这两点不谈 银背大猩猩的攻击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它们强壮的臂力可以举起1.5吨以上的重物 一拳挥出去的力量也超过了一吨 只要功夫到位 有可能一拳就把狮子打运 反观狮子 狮子有强大的咬合力和利爪 并且在敏捷度上都碾压大猩猩 这样比起来 其实单是敏捷度这一项 大猩猩就已经输给狮子了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狮子的耐力 作为体型巨大的猫科动物 狮子的反应速度与攻击力 不用置疑是非常强悍的 但是它的耐力对比大猩猩来看 就没有那么好了 狮子作为草原的霸主 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它的优点 却忽略了它的缺点 狮子V的缺点就是它的耐力 它巨大的体型 导致它的力量消耗特别的快 狮子攻击对方的时候 必须要快准狠 短时间内解决战斗 而大猩猩就不一样了 它们不但拥有极大的力量 最重要的就是 它们的智力与耐力都碾压狮子 第一回合 只要不被狮子锁猴 大猩猩就有机会与狮子打持久战 等到狮子精闭力尽的时候 大猩猩就可以挥动 它那力量极大的手臂 击碎狮子的肋骨或者头部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狮子都碾压大猩猩 毕竟一个是肉食动物 一个是杂食动物 狮子天生就是猎手 而大猩猩几乎没有夜视能力 这也是它们致命的缺点 在夜晚 大猩猩的战斗力大幅下降 以至于比大猩猩体型小很多的花豹 都可以将它们裂杀 黑兔把大猩猩列为地石 是因为一对一单挑的情况下 它也是有可能干得过狮子的 并不是绝对能碾压狮子 咱们各位领导不要误解了 真正能秒杀狮子的都在前五名 排名第九 豪猪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杀死熊狮的猪 豪猪的体型不大 体长一般在70厘米左右 虽然在体型上被狮子碾压 但是它们靠着那一身的尖刺 躲过了无数次大型的掠尸者的攻击 确切点说 应该是击败了很多大型掠尸者 这其中就有狮子 而且被豪猪杀死的 大部分还都是熊狮 当狮子去攻击豪猪时 豪猪会将身上的尖刺竖起来 并且发出刷刷的响声 来提醒对手 如果狮子直接冲上去就咬 就会被豪猪一身的尖刺扎伤 这些长长的尖刺 一旦扎到狮子的喉咙 或者呼吸道 狮子就会有生命危险 狮子不像大猩猩跟猴子那样灵活 浑身被扎满刺之后 凭狮子的一己之力 是无法将身上的刺拔除的 如果这些刺一直留在狮子的身上 在非洲炎热的环境下 伤口很快就会感染 最后导致死亡 虽然狮子有足够的能力将豪猪猎杀 但是它们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般情况下 不到万不得已 狮子不会去冒险捕杀豪猪 至于为什么豪猪杀死雄狮的数量 比雌狮多 是因为母狮子 一般都跟随狮群一起活动 很少单独出门 如果被豪猪扎伤 身边的狮群会帮它把刺拔掉 而雄狮有很多单独行动的 一旦被豪猪刺伤 由于没有同伴的帮助 这些刺就会留在体内 如果长时间不拔出来 等到伤口感染 雄狮就会有生命危险 好 排名第八 鳄鱼 非洲的尼罗厄 与狮子的打斗场景非常多 多数都是狮子去河边喝水 偶遇鳄鱼 它们俩切磋武功的机会 非常的多 尼罗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 同样它也是非洲最大的爬行动物 它与狮子一样 可以猎杀羚羊 斑马 水牛这种大型动物 尼罗厄的体长可达五米 比狮子还要大 它的咬合力仅次于弯饿 一口咬下去可高达两吨 尼罗厄的体型与咬合力都在狮子之上 所以狮子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主动招惹它 能避免则避免 除非万不得已 狮子需要到尼罗厄的地界喝水的时候 狮子才会冒险与尼罗厄接触 在狮子与尼罗厄的打斗中 狮子的主要目的是挑衅 因为这是猫克动物的本性 它们不会以猎杀鳄鱼为主要目的 因为狮子知道这个大家伙不好惹 在河边 狮子一旦被鳄鱼咬住脱下水 生还的几率几乎很小 虽然狮子的咬合力与战斗力并不差 但是鳄鱼巨大的体型与结实的皮肤 成为了阻挡狮子猎杀鳄鱼的最大障碍 即便是狮子成功咬住了鳄鱼 以狮子的体型与力量 远远不能将鳄鱼制服 反观尼罗厄 却可以将狮子脱下水淹死 狮子一旦下水 面对的就不止一头鳄鱼了 多数情况下 狮子是干不过成年的尼罗厄的 排名第七 棕熊 由于气息地的不同 虽然棕熊与狮子碰面的机会并不大 但是咱们这次主要说的是 陆地上能打过狮子的动物 当然 北极熊也是陆地上的动物 但是这次咱就不拿北极熊来跟狮子做对比了 毕竟 北极星的战斗力相信各位领导应该都了解 它是陆地上最大的狮肉动物 这次主要说的是内陆的棕熊 棕熊里最大的一个亚种 就是生活在科迪亚克岛的科迪亚克棕熊 它的体重可达1500斤以上 站起来的身高将近2米5 它的体型比狮子要更占优势 棕熊的脾气非常不好 特别的易怒 打起仗来横冲直撞非常的野蛮 它们还拥有非常厚实的皮肤跟锋利的爪子 狮子虽然是天生的猎手 但是如果真的跟大棕熊进行一对一的单挑 狮子的胜算可能会非常的渺茫 面对体型巨大的棕熊 狮子只能靠它的牙齿去攻击对方 而棕熊不但拥有体型又是 它的灵活度与力量都不似于狮子 棕熊虽然看起来比较笨重 但是真正的野生棕熊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动物园里吃了睡 睡了吃的圈养熊而已 排名第六 老虎 说起老虎与狮子 黑土会特别的紧张 因为这两个王者之间的对决 一直在争论不休 黑土提前解释一下 这次咱们说的是有几率干得过狮子的动物 并不代表完全秒杀狮子 今天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单兵作战能力 从这一点来说 冬杯虎是可以打得过狮子的 无论从体型还是咬合力 冬杯虎都要比狮子更占优势 狮子是群居动物 老虎是单独行动 狮子的团队作战能力比老虎强 冬杯虎的单兵作战能力 我认为要比狮子强 论起单挑 体型无疑是最大的优势 冬杯虎的体型要略胜于非洲狮 两者同样作为猫克动物 体型上的差距可能就决定了战斗上的优势 好 排名第五 能单挑到过狮子的就是长颈鹿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长颈鹿的战斗力 狮子一般情况下 其实是不敢去招惹成年长颈鹿的 虽然狮子有时候也能捕杀长颈鹿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捕食长颈鹿的幼崽 真正成年的长颈鹿 狮子一般情况下很少去招惹 因为这会给狮子带来杀身之火 黑土一点都没有夸张 单挑的情况下 长颈鹿只要发挥好攻击优势 有可能一招就把狮子秒杀 长颈鹿的攻击武器主要是他的腿跟头 成年长颈鹿的身高可达6米 体重可达1.3吨 巨大的体型赋予了他腿部极大的力量 他一脚踢出去的力量将近一吨 狮子在长颈鹿的面前非常的不占优势 长颈鹿巨大的体型可以轻松地踢到狮子的身上 再加上他那威力巨大的踢力 可以一脚就踢断狮子的肋骨 将近一吨的力量如果踢到狮子的头上 狮子有可能会当场毙命 除了极大的腿部力量 长颈鹿的头也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他拥有坚硬的脚状头盖骨 他可以利用他脖子的长度优势 挥动自己的脖子用头攻击对方 轮起来的大脖子就像一个摆起来的大铁锤一样 力量极大 还有就是不要以为长颈鹿的性格温顺 雄性长颈鹿是非常好战的 他们的听觉与视觉都非常的敏锐 雄性长颈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狮子的攻击力也很强悍 但是面对这个体型巨大的家伙 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能不干则不干 虽然狮子也可以猎杀成年的长颈鹿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狮子是不会选择去猎杀这个大家伙的 排名第四 水牛 我们经常会看到狮子猎杀水牛的画面 而水牛干掉狮子的画面几乎很少看到 其实一对一单挑的情况下 一头狮子是干不过一头水牛的 非洲水牛非常的健壮 它的肩高可以达到1米7 体长能达到3米以上 体重更是将近一吨 野生非洲水牛的体型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特别意外的事实 在非洲草原上 除了人类之外 水牛几乎是没有天敌的 虽然有时候狮子会捕杀它们 通常情况下 需要好几头狮子才能猎杀一头长颈水牛 如果是一只狮子 根本没有机会与水牛抗衡 水牛头上的脚可以直接将狮子顶起来 甚至穿透狮子的身体 而且这家伙还是群居动物 奔走在非洲草原之上 就像是一群威力巨大的陆地坦克 狮子一旦被水牛顶起 如果伸出水牛群中 则会直接被水牛踩死 一般情况下 狮子只会攻击幼年的小型水牛 真正的成年水牛 狮子一般是不敢贸然袭击的 排名第三 河马 河马憨厚的外表 一度让很多人认为 它是属于比较温顺的动物 但事实上 它是一种脾气非常暴躁且危险的动物 在非洲 河马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之一 它们的领地意识非常的强 不允许任何动物进入它们的领地 一旦进入 它们会立刻发起攻击 千万不要以为 河马是一种笨状的动物 它跟棕熊一样 看上去笨状 升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 它的平均体重将近两吨 最重要的就是河马的那张大嘴 它的嘴张开将近150度 嘴里的獠牙将近50厘米 咬合力更是高达两吨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狮子都不是河马的对手 虽然狮群也可以猎杀河马 但绝大多数也都是猎杀的河马幼崽 面对真正的成年河马 狮子基本上毫无胜算 多亏河马是素食动物 如果它同狮子一样也是肉食动物 那么非洲草原之王 可能就不是狮子了 排名第二 犀牛 狮子对战犀牛 黑土就不过多的赘述了 犀牛这个大家伙在草原上 就是一个披着铠甲的小型推土技 它的体型可以达到3吨 体长能达到4米 看似笨状的体型 奔跑速度竟然也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 狮子在与犀牛的对决中 犀牛完胜狮子 但但是体型这一项就已经被碾压 奔跑速度如果足够快的话 犀牛头上的那长达1.5米的角 有可能会直接穿透狮子的身体 狮子如果与成年犀牛单挑 基本上毫无胜算 即便是狮群来了 也不一定能猎杀得了一只野生的成年犀牛 好 排名第一 大象 在整个非洲草原 大象可能是狮子唯一不敢招惹的动物了 我们都知道 狮子虽然特别喜欢挑战 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动物 但是面对大象这个旁然大物 狮子即使有再大的胆子 几乎很少会选择对大象下手 更何况面对的还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非洲象 大象的象牙可以直接将狮子整个挑起来 狮子一旦被象牙刺穿 受伤倒地 大象一脚踩下去 即便是话拖来了 狮子也无力回天 在整个非洲草原上 很多动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 唯独大象 它们几乎不用担心有任何动物袭击它们 虽然狮群有时候也会去找大象的麻烦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狮子只对一些大象的幼崽或老年大象有威胁 对成年大象几乎形不成任何的威胁 那么问题来了 大象这么厉害 为什么狮子成为了草原之王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